一出不好戏 掌声 小红帽最后和猎人 一起击毙了大灰狼 从大灰狼的肚子里 救出了被吃掉的外婆 外婆兴奋地大喊道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从此我们三个 就是快乐幸福吉祥的一家 姥姥 姥姥 对吗 外婆 哇 你们这个家庭关系好割裂呀 这是什么混乱的伦理关系啊 她是她的 算算算算 直接投票吧来 小红帽大电影第456稿 投票 毙掉 瞎改呢 我瞎改 这是做人的意思 我要不这么改的话 我们都拿不到稿费 你有本事找她说去呀 就她来了我也照样毙 毙谁呀 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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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才给我整鱿鱼的编剧才给我整鱿鱼了 我们编剧难产也是因为我们有艺术追求 你谈艺术追求就完蛋了呀 我持巨子拿下了小红帽这个大IP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小红帽的元宇宙啊 索子你知道吗 就像钢铁侠一样 咱们也搞一个小红帽侠 I am redhead 还有春光灿烂 小红帽 小红帽与阿斯卡般的囚徒 还有这些好的作品 能改就改 能蹭就蹭啊 哎呀呀 这小红帽不红倒是爱蹭啊 这是蹭IP太low了 我不干 索子 你说这话强人所难的 你们要yes and 不要no but 拜托啊 你们这样呢 呃你们再这样即兴退演即稿 我呢按照这个观众的标准来看看你们啊 我呢已经做出决定了啊 稿子一旦征用 搞愁翻倍 你就八倍我也不写了我这 来 不不不不 人家杨总说了要配合配合嘛 快帮我读一下稿 杨总 嗯 我这个版本 致敬经典架片 好 好 当猎人和大灰狼终极对峙时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学 但现在我想做一批好人 好啊 你去跟预言家说呀 看他认不认你的好身份 大灰狼 去哪里啊 森林里啊 然后呢 吃你啊 不吃我行不行啊 不吃你 你养我 我养你啊 畜生还想吃人 看枪 给我打死他 打死他 这 这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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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老太太玩的高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什么呀 你这不是小材贩啊 我拜托你 你不要揍他经典老片了好不好 咱们中国人 不骗中国人 你找 你找看 你给我找一些市场上喜欢的行不行 杨总 市场喜欢我懂 哦 我这么跟你说啊 现在什么当道 什么啊 什么当道 什么当道 填宠 你都 哎 我们可以把小红帽写成填宠句吗 哎 小红帽是什么填宠啊 我过不去 对呀 我觉得是 万物皆可填宠 哈哈哈 他是十八年后长大成人的小红帽 哈哈哈 他是一心为父报仇的狼仔子 哈哈哈 怎样的爱恨纠缠 让他 竟然爱上了他 哈哈哈 灰狼少爷 就宠你 哈哈哈 今晚 甜蜜 来席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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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红帽根本就不可能爱上大灰狼啊 而且他是在我外婆家吹了我外婆啊 外婆家 就是用来吃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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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打岔 嫌宠剧的女主就要 眉 啥 擦 外婆失去的是她的生命 小红帽收获的是她的爱情 哈哈哈 我虽然听不懂 但是我大受震撼啊 杨总 我觉得这个糖 可以磕一下 哎 哈哈哈 给我冲起来 呸呸呸 不行 这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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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 小红帽 别再过不去了 再过不去的话 我狼傲天 现在就闯入你的人生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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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这样 我外婆还在这呢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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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会啊 你给狼整不会了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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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锁哥 如果咱们真要做甜宠的话 干脆就把小红帽做成大女主的戏 可以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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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 狼明显被虎住了呀 对呀 杨总这设定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 我觉得这个红狼夫妇的甜度啊 还不够 米克豆 这还不够好啊 这还能怎么甜呢 这个东西 这个 哎哎哎哎哎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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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不行啊 这么改 这本子该叫狼列令了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 甜宠不能这么搞 CP也不能这么吵啊 我我我我自我否定了 我自我否定了 哎哎哎哎梭子 你说这话 就像老太太跟老伴说脱口秀 给爷整笑了 那帮说脱口秀的 他都能吵 凭什么咱们不能吵 什么玩意这都是啊 哎 现在电视剧 到处都是高糖玉井 个个都是甜宠剧 我眼睛都快得糖尿病了 咱们编剧的坚守呢 咱们编剧的艺术追求呢 哈哈哈哈 嗯 有道理 毕竟我们是要搞元宇宙的 靠 这样 你们啊 来点国际化的甜宠 像好莱坞 看齐 你也得有那个预算呢 哎哎 那咱们干脆就做宝莱坞 啊 啊 当小红帽在恒河边上遇到了 大灰狼 哈哈哈哈 她是来自北风的狼 哈哈哈哈哈哈 走在森林的小路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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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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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小红帽弄着希望呀 我要吃掉她没商量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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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街上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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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觉得很合理啊 观众小了 这就是最合理的 你要是觉得不合理 你就拿一个底 兜住他 把他山花合理 我们是搞什么的 我们是搞喜剧的 喜剧的结尾 不把观众演哭 就不叫好喜剧 说得好 各位 改编不是乱编 细说不是胡说 你们这么改 是要给格林兄弟谢罪的 煽情嘛 我熟 我以前写小品 来 当小红帽和猎人 即将杀死大灰狼的时候 小红帽 你不能杀他呀 为什么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呀 不是猎人 他也不是大灰狼 我俩是你外婆 过来的临时演员 你呀 误会我俩了 啊 外婆 您为什么这么做 您不知道 我平时在外边工作 有多忙啊 忙 忙 忙 都忙 忙点儿好啊 我要是不说 你怎么说我被大灰狼吃了 我被大灰狼吃了 你能回来看我吗 亲爱的小红帽啊 我想死你了 外婆 现在咱们日子变好了 森林里也通网了 您可以用智能手机 给我打视频电话呀 那你得常回来教教他 老年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你呀 成天爷别只顾着 踩蘑菇唱山歌 得帮咱老年人 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呀 对不对 历仁同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给大森林 天 麻烦了 没事 来了 就是身杀人 浩克森林 欢迎你 有声您说话 这真是 森林社区 故事多 有趣的人儿 凑一摸 要说谁的最可乐 外婆 孩子们呢 别走了 今儿团圆 咱们一起啊 烹饺子 哈哈哈哈 我们给大家 快 停 停 不停 音乐 停 停 都停 干啥呀 演进去了 嘿嘿 包饺子 你们都没动你们那破脑子 你们你们你们是编剧呀 应该是咱们一起 写本子 他们给大家 写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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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写本子 写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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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